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好小朋友们今天我邀请我的毛毛来跟我做蒜香奶酪包 大家好我去毛毛我今天第一次做面包 我们俩帮忙 现在我们用的高筋骨面 4克酵母 10克灰水 2克盐 20克 我来挤蜂蜜10克 好 现在我要放鸡干一个 110克 现在我们开始揉面了 这款面包的后续操作步骤有点复杂有点难度了 所以小朋友们就跑去玩了 由我来接着给大家讲解 第一波揉面我们只要揉出粗糙的筋膜 就可以加入室温软化好的黄油继续进行搅拌了 手揉面包出筋膜的教程呢 我之前出过很详细的版本 这个面团刚揉起来呢 肯定是很黏很黏的 不论机器还是手揉 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是不成团的 但是呢 只要时间久之后呢 这个黄油完全的吃进面里之后 就形成面团了 这时候我们撕下一小团面 拉扯一下 就能很轻松的看到手套膜了 什么是手套膜呢 就是这个面呢 筋性非常非常的好 很有延展性 能拉出很薄的一层这样的膜 轻轻撕开这个膜呢 边缘相对比较光滑 好了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面包了 因为并不是做吐司 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我们呢 差不多搅拌成刚才那样的筋膜程度 就可以了 把面团放在28度的温度之下呢 发酵一个小时 变到1.5倍大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了 拿出来的面团之后 像我一样 把手指插进去之后 不回弹 就证明发好了 把面团呢 在案板上稍微按压排排气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六等份 为什么分成六等份呢 是今天我用的面量呢 分成六等份 做出的个头呢 是差不多正好的 一人量的一个小面包 接着呢 我们把每一个面剂子呀 揉成一个小圆面团 放到旁边 放到旁边干什么呀 要再次进行发酵 这次发酵呢 我们还是要在28度的烤箱里面 放入一盘热水 开水啊 冒着蒸汽的 让整个发酵的过程呢 增加一下面团的湿度 不至表面过干 啊 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能让发酵的过程快一点 也能让面团保持它的湿度 一定要保持足够的间隔空间 发酵好的面团 放入预热到180摄氏度 360华摄氏度的烤箱里面进行烤制 当表面上色之后呢 盖上一层锡纸 避免表面烤糊 如果喜欢浅色的呢 可以稍微看它上色了 就盖上锡纸了 这时候我们来做奶酪馅吧 奶酪馅我们主要用到的食材 就是奶油奶酪和白砂糖 首先是要把奶油奶酪打发 跟白糖混合打发 打至发白就可以了 紧接着呢我们来打发奶油 诶这个奶油的打发呀 打到六成就可以了 不需要打得太稠 打到什么状态呢 打完之后拎起是这样的糊状 OK好了 我们把奶油和刚才打发好的奶油奶酪 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 放置一旁待用 现在我们来做蒜香酱汁 也是这个面包的灵魂所在 融化好的黄油40克倒入碗中 然后倒入15克的蒜泥 一定要用蒜泥啊 千万不要用刀切成蒜碎子 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蒜泥更大程度上 能把蒜香融在黄油里面 放一些葱花 再放一些欧芹碎 如果没有欧芹碎呢 只放葱花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呢主要是一个调色 味道呢不是特别的明显 放入两克的盐 五克的糖 调成一个稍微带一点点咸口的 甜味的蒜酱 我们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呢 准备面包 烤好的面包这个时候已经晾凉了 晾凉之后我们呢切六个花瓣 把它切成六瓣 像这样 当然了也会有朋友想就切四瓣也行啊 六瓣呢比较好看 四瓣也行 我们呢把刚才搅拌好的奶酪馅啊 倒入一个裱花袋当中 没有裱花袋呢可以像我这样 用一个很简单的食品袋呢 倒进去 剪一个 在一个角剪出一个口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我们并不是给蛋糕裱花 不需要用很严格的裱花嘴 把每一个花瓣中间填满奶酪馅 啊 填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给稍微整理的干净一些 放在旁边 所有六个面包都做这样的工作 填好奶酪馅之后呢 刷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蒜酱 黄油蒜溶酱 表面薄薄刷上一层就可以了 刷好酱之后呢 烤箱这个时候也要预热到320华摄氏度 也就160摄氏度了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再烤15分钟 哇 这个面包啊 黄油跟蒜在表面 经过高温的烘烤之后 你可以想象到它的那个香味 是非常非常的浓郁的 再配上中间流心的奶酪馅 哇 这个口感 一口爆汁 而且呢 每一小半的面包上啊 都足足的吸满了奶酪馅的汤汁 一口下去呢 表皮是酥脆的蒜香 中间呢 是浓郁的奶香 表面是脆脆的 中间是嫩嫩软软的 非常好吃 小朋友喜欢 大人更喜欢 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面包食谱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